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同志们好 大家早安 欢迎再度收看飞月十倍四位节目 我是运达头部蔡姜 那么今天是2月14号 讲到2月14号的话 今天是情人节 当然先祝福各位情人节快乐 好了 这个台股跟情人节 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有一点点就是 感觉好像庆祝什么一样的感觉 因为毕竟指数继续往上冲 当然台股就往上冲 最大的背景理由 是来自于欧美的股市 也是往上不断地往上做突破的动作 尤其在昨天美国股市 还是一样继续冲高上来 而且几乎也天天地缔造 它历史上的新高峰 好像昨天道琼涨了142点 涨幅是0.7% 新高点来到20441点 20441这是美国的道琼指数新的高点 另外美国的科技股位置 昨天也是涨了29.83点 幅度是0.52% 那么高点是来到了5770.98 同样在创新高之中 所以在美国股市 不断地往上冲的同时 台股要回头 当然就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也不能讲说完全不回头 我想必须各位还是要有点戒心 传媒当中 就是说这样一直埋头骨干一直冲上去 当然因为过去太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也就是因为有太多的 比如说像国际股市 尤其是美国股市往上涨 所以台股跟着往上涨 所以大家越穿越高 因为肌手越败越高 当然越爬越高的时候 很多人就因此 就整个都挖挖过来 整个都起起过来 成交量当然自然就放得越大 那后来跌下来 万一跌下来的话 那这边全部冲进去的 冲在高点上面的人 全部都卡住 全部都套进去 全部都受伤 全部都赔到钱 就这样子 太多的故事告诉我们 这是经验 所以在网上冲高的同时 各位不妨留言一下 成交量是不是有过度的放大 也表示太多的投资人 突然间醒过来 那就这样子冲进去了 也不管过去 一直坚持不进场 后来不坚持冲进去了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高点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就9点32分 到现在涨19点 今天目前为止的最高点 9754 从高点见到之后 慢慢地往下滑滑滑滑 现在的话 就是在高姿态的整理之中 9点32分38秒 台股现在涨24点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的高点已经来到9754了 其实我过去也跟过提醒 高点 其实这个地方来讲 都算是障碍了 而且本身越涨越高的话 也就是等于是有点背离 乖离 不是背离 乖离 越乖离 就是等于是 你过度的 过度的 就是所谓的乖离 越过度 乖离率就越大 没有过度的话 就没有什么的乖离率 这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乖离率过大 就表示说过度的往上涨 或过度的往下跌 这个就是过度了 只要是过度的话 通常就必须得扯回来 这个力量也就会相对的越大 就好像橡皮筋 这样子讲的话 可能你比较容易了解 橡皮筋 一条远远的 你把它拉得越开 那是不是 如果你把它放开的话 弹回去 不是打到自己手吗 一定会疼的 你把它拉得越开 弹回去的力量就越大 打到你自己的手指头 这种疼的感觉就越强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呢 越拉越开 乖离率就是所谓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弹回去的力量 也跟着我变强 所以呢 请各位特别留意到 现在来讲 就是越拉越开的感觉 那么当然 如果说万一有难一天 或难一个死口 弹回去的话 你可能必须要留意到 这个后坐力 各位看一下 这是今天2月14号的 一个讯息 今天早上第一个讯息 8点38分 欧美的股市同步冲高 台股可望进一步往上拉高 但是需要提防的是 外资借拉高的这个机会呢 做出了获利下车的动作 我们一踩逢高 落袋为安 不要随盘势来狂舞 不要随盘势狂舞 爱跟人进来 当然要有好股票 要再买了 是不能否认这回事 但是呢 你要买别的股票 我会建议你 你宁可先坐下车 起码有落袋为安这个动作 你也说这没落车 还买其他国票 这样越买越多 而且更何况你不是在低的时候买 你是在越拉越高的时候 然后动不掉去追逐的 你在追逐的话 你是用拿新的钱进来做追逐 那就不见得是正确了 因为旧的钱都还没解决掉 都还没刷车 实现落袋为安的动作 你又把其他的钱放进去 那不是放了越来越多的钱吗 后来放了越来越多的钱吗 那当然就是变成一种 变成一种就是 使自己放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当然我不认为是说台股 今年没行情 因为早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就认为说今年台股 成加大3000亿的日子会更多一些 然后指数也会冲到万点 这个早就讲过了 这是本来我这个个人的看法 但是在水的短信 没有太多修正的同时 我还是建议各位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因为水水可能会扯回来 做个整理 那未来会不会上万点 那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一下子拉到宝 一下子拉到最高点 来做修正的话 那恐怕这个修正 后座力就会更得比较强一点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现在台股也一样卡在那边 9点36分 我已经讲了6分钟的指数 差不多就是涨20几点的位置 各位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传真稿 昨天是2月13号 昨天是礼拜一涨44点 我们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的画面 文字 昨天是亮桌价阳 那指数是走得四平八稳 但是同时也正面临着技术现行的阻碍 这个一定会的 台股是否能够再顺利往上走 是有着那么一点疑问 好了再看下去 如果把昨天算进去的话 台股已经算是连涨7天 这连涨7天 指数涨了将近300点 短线的乖利率确实有过大之嫌 那么本来多头如果够强的话 就算乖利率再大也无所谓 但是偏偏有遇到了技术现行的 压力的危险 所以台股的涨的的确 潜藏着随时拉回修正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在一路做多之余 可不能完全失去的戒性 这个就是我刚刚才跟各位提到过的 越拉越远了越拉越远了 一旦放开手 像鼻子弹回来 打到你的手的感觉就越来越疼 因为拉太远了 弹回来当然就越强 所以指数的一句话就是说 你各位看到 你现在感觉到越拉越远的感觉 如果说从这个图形来看 当然如果说 因为多头本来就是有这个可能性 你要拉到无尽 无尽头是有可能的 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尽头 因为毕竟还在创新高 那你能够唯一的做判断的标准来的话 就是第一个 判断的标准 就是说到底会不会 突然间回头了 第一个就是看成交量 有没有出现失控 所以出现失控的一句话就是 我在之前有跟各位提过 如果看到这种成交量再度出现的话 就是一种危险征召之一 好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成交量的过度放大 那另外一个来讲话就是说 因为毕竟台股现在不是创立值新高 又不是 是等于是你要往上走 你就必须去挑战原来的 之前的高点的位置 那之前的高点 或许什么解套前半压 或者说前半的高点 反正诸如此类的 那你就必须得克服 所以要判断的话第一个就看大盘的成交量 是不是有过度的放大 或第二个就是看前半的高点 或是前半波的什么现行结构的压力 是不是刚好在这个位置上面 那第三个的话 当然也是要看国际的股市 我们不否认 到昨天为止美国的股市还在创新高 只要他还在创新高 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台股呢 你就无法去挡住 挡住太多 即便是什么前波的什么高点压 解套前的慢压 诸如此类的 因为人家还在创新高 你当然就是所向披靡 所以你要能够判断的话 万一美国股市突然间 你今天晚上睡醒 今天晚上睡一觉 隔天早上醒来过来的 哇 那还要全顺顺 万一出现这样的话 台股二话不说 一定是开地的啦 但是问题是 当你开地的时候 你就会手足无措了 因为你会懊悔 为什么前一天你没卖 不然人家就是凡人嘛 对不对 凡夫俗子人 你怎么知道前一天要卖 所以你只能够判断 就是说 诶 我这档股票 是不是有成交量过大之嫌 成交量过大的话 那就有点麻烦了 那另外一个来讲话就是说 你自己看你手上的股票 从电脑上 你如果会看技术现行的话 不妨就是自己打开电脑 看一下现行结构 看一下到底之前的位置上 比如说你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50块或100块好了 那之前在50块或100块的时候呢 有没有什么潜伏的 电脑没有人体 或者说有的人体 有的人会看 有现行结构的 看了半天还看不懂 或者看了懂了 结果还是有盲碟的 没关系你找我啦 反正就是我这就是办公室 我天天都在电视上面 那只要你在电视上看到我的一天的话 表示我在上班 表示我在服务自己的会员 也表示我也在服务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都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我的 好 特别股市 我们各位看一下 现在这样呢 一样哦 我去你的规定 对刚才讲到这样 9点40分 9点134 涨到24点 我们看一下手上的股票 其实手上股票的话 你也随时看到我们在做出 这个落贷为安的动作 我觉得这伏比的重要 相当的重要 我们就从这个例子来给各位看 这一档股票来讲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我跟各位提到过 这6月 2月3号下车的 170块下车的 事实上如果说到今天来讲的话 恐怕都还卡在那边 现在170块也是卡在那边 但是这一点我是看好 必须要跟你讲 我是看好 我只是举个例 我们当时下车 你从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也知道非常赚的是不少 而且速度也非常快 因为一天再冲上来 隔天再冲上来 速度也非常快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是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一张就赚到了18块钱 也就是18000块 一张哦 18000块 那如果是10张的话 就18万了 我们不要讲说你10张 你赚了6张就好了 做6张就好了 6张的话就超过10万块 然后丢你的财务10万块 这档会回来就超过 所以你在与其在 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入会的同时 你光看这档股票 就让你知道值得了 那当然下车 是我们是为了实现获利之外 赶快转到别的股票去 你看一下哦 这是2月3号的转进安保 出利月转进安保 然后呢2月8号的时候呢 就会员切了嘛 先会员给他介绍 220块建议进去 切进去 2月8号 我就是要让你赚 那2月8号切进去哦 这是220块哦 2月8号你这样呢 过得转到白去这样呢 然后到昨天 2203号收盘还224 那如果说到昨天 224的话 当然还是赚钱的 那如果说算到今天呢 亲爱的朋友 如果是算到今天呢 我们各位看一下 如果算到今天的话 现在是29.5 哦 更高了 昨天是多少 昨天是224 我们是220 昨天收224 获利是账面是赚4块钱 那如果算到今天来讲话 获利更多了哦 因为今天有拉高上去啊 没错吧 买到这一天哦 那现在在这里哦 有没有赚到钱 这个让你各位能够了解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真的有在做落贷为安 比如说绿叶下车了 一张赚了18块钱 好了绿叶下车之后呢 赚快转到别的股票 就是说赚到做F安保 那从220 2月8号是上礼拜的事情哦 今天是2月14号哦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哦 220现在是229.5 要么又继续贪 贪这支贪了 又继续贪这支 啊嘞 大半 又怎么去 我也是继续贪下去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说你一直抱抱抱 当然以现在来讲话 绿叶你也是赚到钱 是没错 问题是 这笔钢绿叶是没什么动静的 你赚到钱是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少赚了另外一档股票的钱啊 你懂吗 至少以今天来看的话 我们220买进的绿昂保 以现在229.5的话 一张股票 你扣到手续费 都还赚到八九千块呢 啊这样的话 不是很值得吗 这个告诉你就是说 我们随时在下车 也随时在落袋 当然也随时在整件别的股票 随时在赚另外一档股票 那当然就是越赚越多了 这样的话 你觉得 入会值得了吧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并打赌铺蔡老师 联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 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符 获得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打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并打投顾蔡老师 联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符 获得加速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打投顾 并打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添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耳排气密窗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干燃灯有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雾后沟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不阻塞 猜源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灯而热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各位好 欢迎回到飞越石碑艺术现场 我是蔡宜璋 现在时间是礼拜二早上 九点四十六分五十二秒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台北股指数 感觉有般都往下掉的感觉 因为我刚刚解盘解了半天 它都涨二十几点 但是现在呢 缩小一点点的话 现在变成只有涨十九点 一样的一句老话告诉各位 就是说 马上你自己看你手上的股票 有没有遇到压力 要么现行结构的压力 要么前波解到全慢压 刚好遇到了 反正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压力 如果说你能够看 你就看 看不懂的话 你就自己打电话来公司 又不是要收你的费用 这个都可以算是免费的 但是问题是 你自己要不要打电话 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这人就在这里 我这在办公室 不要嘛就在电视解盘 要么就回到办公室 没有到下午下半时间 我也不会走的 那所以呢 只要我人在办公室的话 你都可以找到我了 找我很简单 打办公室的电话就可以了 好 台北股市 现在9点47分 现在53秒 大反正涨16点 我刚才给各位提到过的就是说 如果说股票真的到压力点的话 零可先做下车 我们可以转到别的股票 继续给它转下去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你刚刚看到的是F6月 转到F昂保 F昂保呢 当然有继续转下去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看的话 我们昂保的是230块 我买在这一天 220块 当天收盘219块 我就跟你讲说 我买了220块 当天收盘也不算赚到钱 但是隔天就感觉到 哇塞 冲得那么高 好 到今天为止的话 220块 到今天的话是230块 有没有赚到钱 虽然绿月赚到钱了 昂保也是赚到钱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这就是要换股 你不能说 大盆在去 我就给他一张墓 钢基国票 我跟你说 你做你模仿 你模仿 你如果真的贪大钱 我就真的就不爱信了 我真的不太相信 那除非 除非说 你早在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就好像现在很多的房子 你也是一样 如果你说 人家买了十几年 二十年了 那当然你怎么卖 都是赚到钱了 那现在有人买房子 就是说 看什么实价 不是看实价登录 而是说 你过去买了什么时候 我现在给你买这个价格 比如说你过去买个十五万好了 我现在给你买二十 你现在要开价二十五 比如开价你三十万 我给你台说 我要把你买赶快来十五万 谁要卖给你啊 对不对 人家是报那么久了 住那么久了 房子久了 总是会增值嘛 对不对 人家买十五 现在给你 人家行情搞不好走到二十五 他开价三十 你要给他买十五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有时候 你就要面对现实 虽然股市指数来讲话 越走越高 或许股票也跟着越走越高 但你股票越走越高的话 你不要去想说 我现在大半七千点才来买 等下现在高平 比如说现在高平 现在台积电多少 现在要说 我等下五十块来买 因为过去 我告诉你 台积电三十五块的时候 那时候一个中级 买点八升的时候 三十五块 我看得很清楚 我忘记是哪一点了 应该也是在十几二十年前 台积电那时候三十五块 你现在看台积电多少 你无法想象 台积电现在是一百八十八块 那时候三十五块的时候 卖压好强 盘中一度跌到三十四块九 但是马上就跳起来 那三十五块的时候 做出卖单 几千张几百张 在那灌灌灌 那灌不下去 那个时候就警觉了 奇怪了 这筹码到底是谁 把它拿走了 卖那么多 外资也在卖 请问你谁筹码把它拿走了 三十五块压压压 一直压到半天 结果呢 后来经过一大段时间 最后证明台积电三十五块 再也不来了 就真的再也不来了 你现在在想说台积电 那三十五块你要买 谁给你买三十五块 不要说三十五块 五十块一百块现在都买不到 因为现在股价一百八十八了 不过现在台积电 今天来的话 可能要稍微留意到了 突破了二月初的高点的时候呢 今天成交量也更能放大 而且是压回 而且就是各地一方看一下 这个地方成交量很大 你一刀划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都算是卖点 不算是买点 所以今天台积电 严格来讲 我不会去买进的 不是说要放空 但是如果说拥有的话 是应该卖出 昨天台积电的ADR来的话 也是创下一个新高 昨天台积电的ADR 是大涨了3.19% 所以也促成了 今天台积电的股价 往上冲高上来 但是呢 我是要提醒你 在往上冲高的同时 开心之余 该卖出 你还是得卖出 我们就好像 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 这是2月3号的汉翔 我们当时买进 2月3号买进汉翔之后呢 隔天也就冲高上来 隔天是2月6号 因为4号 5号是礼拜六礼拜天 冲高上来再继续冲高 冲高上来再继续冲高 但是呢 后来有那么一天 就隔天了 2月8号的隔天 2月9号叠下来的时候 我赶快做卖出的动作 见不好也得收 卖得44块1 收工落袋为安 赶快去赚下一档股票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吗 如果说我没卖的话 2月9号如果没卖的话 现在汉翔 我们各位看一下 现在汉翔在这里了 39块6毛5 虽然也没有跌度太多啦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 来做比较的话 这一天卖出 至少比现在卖 还会更漂亮吧 因为这几天台北股市 也在往上走高 但是它却是往下跌呢 所以呢 在这天卖 至少比今天卖 好多了吧 这个就是换股啦 好了 换股换股 各位看一下 2月9号卖到汉翔之后呢 换股到正新 而且当时也有告诉你 2月9号 我们当时2月9号 这个正新 我们把它写在上面 这么光明正大给各位看 汉翔获利下车 恭喜大家 然后正新呢 出汉翔转接到正新 昨一轮太大 不想多念 因为光是这个讯息 我都练了好多次啊 所以我不想多念了 好 好 正新 你看啊 这是2月9号 2月9号 好 2月9号在这儿 阿贵等2月10号创新高了 突破前不过高点呢 2月10号啊 好了 那2月10号是礼拜五啊 礼拜六礼拜天过完 2月13号 也就是往上拉高 就去创新高 一样的啊 2月13号啊 那说今天呢 这是2月9号买的在这里 昨天在这里 那今天呢 我们给我看一下 今天呢 就换 阿贵是个路管 对不对 他就慢慢给你推高推高 而且成交代都不出现失控 越拉越高 我还没下车了 这个也还没下车了 好 因为我觉得是说 他至少量价方面 都没有出现任何失控的现象 我就不急的下车了 亲爱的朋友 如果汉翔没下车的话 今天卖 就算赚了 也少赚了 但是我们至少汉翔把它卖掉 然后转移到振兴 那振兴的话 那至少多赚的这一段 那不是很漂亮吗 这个是我常在做的事情 就是带你上车 带你下车 下车 然后再转换到一档 也让你继续赚下去的股票 这样子赚钱才会更实在 而且赚钱也能够更多的累积上来 听得懂 那我们再看一下 昨天 昨天呢 23号啊 我们昨天在开盘之前 我们稍微把它拉近一点 开盘之前 8058分的时候呢 没有现象的 然后你就试一下给它买进去 而且就是买开盘价 开盘价就开在 208来做成交 这昨天呢 2月13号 没错 买了开盘价 208 亲爱的朋友 你看一下 2月13号的开盘价是208 收盘是212 当然是 Yeah 当然是Yeah 208开盘价买到了 收盘是212 有没有赚到钱 废话 那如果说到今天呢 因为我现在跟各位讲话 我也不晓得今天 现在目前跑到那里去 你现在看一下今天 目前为止是多少 是212 昨天买208 现在212 有没有赚到钱 大盘价慢慢往下低 今天那股价是有在 往上拉高 我今天最高的拉到214 比昨天更高 亲爱的朋友 这个就是 不断地换股 也不断地做切入 但是我们 不会因为台北股市 往上冲高上来 我们就变成 跟着狂舞 没有必要这样子 该下车 我们就下车 随时地实现获利 落袋回安 这样的话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朋友 当然 节目最后的时间 还是要告诉您 你这么想通了 不过打电话到公司来 不管你是要询问我 股票的事情 或者是说你决定 好 就变成我们家族的成员之一 你可以这样子来做选择的 如果说您习惯 或喜欢操作中高价位 你就直接选择的是 非要家族 或者是习惯 或喜欢操作中低价位的股票的话 您可以直接选择是 十倍数货员 反正都是我在带的 赚钱也都是一致的 都没问题的 当然 有更多的朋友是说 我中高价位也操作 中低价位也操作 您可以直接选择的是 超级刷想法 这目前是电话询问度最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同时兼具了非要家族 跟十倍数货员的股票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股价 行情启动了 都不会让你行情掉落 获利自然是无发当的 自己要想赚钱 自己主动一点 电话就在广告里面了 祝您今天股票操作顺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